大家好 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玄武人102-107 元神纳塔5.0版火神童全收集顶级路线 每分P4一文节共计108个 隐藏区域神童108 收集6个会有驼鸦的列石后开启 元神纳塔 5.0版本火神童全收集顶级路线每分P4 好,我们本P来收集 最后一块区域玄武人 这边的火神童 首先你们跟我打开地图 来到玄武人清廉城下 左下方的这个传输宝典 再讲许说之后 我们回头看一下北方向这边 更多一条 请上下走 需要我排 刚刚到我面前这边 还有一个蓝树装置 在它的背后有一条缝隙 六边之六手边这边有个缝隙 我们跳下来 这边一个火神童拿一下 然后继续我们转向我们的 南方向这边走出来 已经很饥了 这边的小路一直往东南方向走 然后走到拐甲处 我们继续向东方向向上走 然后走到前方这柵栏这边 我们左转 往里面看 这边一个火神童拿一下 然后打开地图 我们来到彩石顶 左下方的这个传送锚点 出来的时候我们看一下新南方向这边 向前走 我们一直走到悬崖边 这边跳下来 往底下看 这底下是一个瀑布 瀑布的中间是一个火神通 我们跳下来拿一下 拿完打开地图 还是回到这个传送锚点 这次我们直接沿着南方向向前走 一避兴计 现在我们要去解一个名 这个解眉的宝箱的话 五流到下一批 最后一个神通的手 开样 这个是要收集一个道具 特殊道具的 需要收集六个 这边可以看到一个风车 风车中背后这有一个操纵杆 我们需要旋转风车 使它形成一个完整的风车 然后我们点击停止 就出现一个风场 停止 风场出来了 我们走过去 去拿一下这个天上的神通 我们起飞 好 拿到这个神通 拿完之后我们继续打开地图 还是回到这个财势顶这个 它是盲点 这出来之后 我们回头看一下我们的西北方向这边 朝前走 如果旁边这个树 这个悬崖边的时候 我们停下来 此时可以看到下方有建筑 跳下来 然后这个顶山的话会有个火神筒 我们拿一下 好 然后我们继续打开地图 来到我们的悬木人 右下方这个防止盲点 好 出来之后我们回头 从西方向这边跳下来 好 可以看到我们底下有个 风筒提示 我们走到这个两个石柱中间 所以那时候 现在换向这边 拐过来 空中这边有一个 现在拿一下 好 拿完之后我们打开标 和这下数量 好 到目前为止 一共收取了107个神通 好的 我们下一批最后一个神通见 拜拜 好 我们本批来拿最后一颗隐藏区域的神通 这个区域需要我们去解锁6个宝箱 拿到6个道具才能开 首先你跟我打开地图 来到彩石顶 左下方这个橙色锚点 好 出来之后我们来沿着我们的南方向向前走 好 一直往前走 还看到它 左前方正面有一个风车 风车的话它这个原理是 就是把这个风车转到它对应的位置才解锁了 这边一个开关 它是有一个正踩一个虚影 转到 像我这样 它就OK了 拿这个解锁一个风场和一个 跑虾我去开一下 好 开完之后我们打开地图 好 这次我们来到这个 左仪庙宇 右下方的这个 毛点 好 毛点出来之后 直接沿着西北海岸向前走 无比心机 好 到轩岸边的时候 我们直接跳下去 跳下去之后我们往下面看 我们底下有个 往这的树 树的右边 前面有个 有涂鸦的石头 我们面前这个草龙 我们复齿一下 然后拿一下这个面前这个 爆炸果实 没准盾口 好 反射果实 好 这里面架出一个宝虾 然后我们过去收集一下 好 拿完之后 我们继续打开地图 好 这台的左营妙宇 左下方的这个 草丝毛点 好 出来之后 我们面前这个草龙 我们复底一下 好 我们直接草的对面 对面勾一下 前面有个杏子再拉一下 好 让我们北方向这边 往上面走 好 上面还有一个 我们继续往上面走 往上面还有一个破 其他没有发射 找到石头上面 然后 再跳一次 发射一下 勾一下 再跳一下 好 上来 我们北方向这边 对面有个石柱 石柱底下有个照相机 好 我们就继续这人形态 我们点击观察 好 点击观察 点击观察会出来 一个风史莱姆 然后这风史莱姆 不要一开始直接打死 要等他到这个涂鸦的 那位置我们再给他打爆 既然就可以了 好 在其他位置打爆是不行的啊 我需要再等他到涂鸦的位置 我们再打爆 嘿 这涂鸦好像不太行 好 我们切换一下弓箭手 穿完别的弓箭手 然后打一下 诶 好 第二个 等他到涂鸦的位置 我们给他打破 OK 呵 剩下的就是 循环 好 到位置再打 不到位置就不打 呵 这边怎么瞄不中 好 再打一次 他会上下反弧横跳 OK 他会打完作用一个宝下 我们拿一下 好 我们继续 来拍历头 点风响 这边来到 全木人 左三半的这个七天神像啊 好 出来的时候 我们给他看到断纳的方向 刷前走 这时候可以看到右手边 这里有一丑一恩啊 我们往一恩的方向走 走过来面前有一个壁画 壁画下面有两个亲密媒 拿一下 然后这里几个物啊 我们点击饭字 我刚才拿的放进去 好 过了过程动画 这里有个飞鼠啊 就过来了 好 送我们一个宝箱 然后我们开一下宝箱 好 开完之后 我们打开地图 被拿去换几瓶好久了 好 然后来到这个龙水域 这边的这个 左上半这个覆门 好 覆门踹之后 我们回头 看一下我们不断的方向 上前走 嘿嘿 好 一直走 走到前方有个插入口的时候 我们左转 往水底 看 这边有个 龙溪啊 我们附底下龙溪啊 嘿嘿 好 温色楼梦 有一个小强上底的声响 下半这边爬上来 爬上来之后我们左转啊 哎 探上到面前 哎 这有个小石堂啊 小石堂这个 中间这个有个 矿石啊 我们切出人形态 切出大剑角色 矿石给它 打破碧 打破碧啊 胆干枪 打破 哎呀 打破之后 这会出一个水炮 我们把它戳破 好 我们先切成这个 龙溪形态再去弄它 接触 然后再触碰 右边 左边对不对 再触碰一下 然后前面这个壁画 的水 满了之后 哎 这边也有一个宝箱 我们开一下 好 开完之后 我们打开地图 好 这时候我们来到 这个流金之脉 中间的这个 传输锚点 好 锚点之后呢 之后我们直接 西方向 向前走 接着到 对面的这个悬崖辫 我们接太下去 就可以了 好 我们再走到悬崖边 好 特别来 它底下这边 很干过来的话 这边会有个怪物 我们给它打掉 好 它这个底下 这边有个 这个印记 然后我们走下后面 这个土龙 附身一下 好 我们走到 之前门口这个印记处 好 盾地 好 这印记处攻击一下 点击一下 左键攻击 好 这边会出现一个方块 我们依次过去 好 攻击一下就可以了 来 激活 来 基于向后走 慢慢激活 一路走过来 它这边都有提示的 好 全部激活完 前面的洞口就开了 里面出现一个宝虾 好 我们回头 实在发现这边走过来 走进洞口 这里面是一个中柜宝虾 我拿一下 好 接着我们打开背包 点击到这个任务道具 小小拉 好 这个会有涂鸦的烈石 我们已经六个 全部收集完毕了 接着我们打开地图 来到这个产石顶 左下弯的这个地下长生锚点 不要传错了 使用一个地下的这个长生锚点 好 我们传过来 好 传过之后我们回头 我们断短发现这边向前走 走到顶之后 左拐 这边有地下通道 你再跳下来 你可以看我们东北方向 这边有个石壁 石壁底下有个箭头提示 过去 点击一下交互 放置 就我们之前收集到的 这个六个坨丫的烈石 我们依次给它全部放进去 然后这个墙壁就会解锁了 然后这个墙壁的话它就会消失 好 这边放入最后一个 可以拿到一个成就 然后这个墙壁的话它就会消失 里面的空间 里面的空间 我们就可以进去了 好 结束了 我们东北方向前朝前走 看到前方有个巨大的石壁 它石壁顶端就是我们 5.0版本的最后一个神通 好 我们爬上去拿一下 这边有宝箱 大家有兴趣的可以解锁做一下 好 爬上来 来 沙发片拿到我们最后一颗神通 好 这里我们打开背包核对下数量 5.0版本的这个108个神通 我们就全部设计完毕了 好 接下来我们去七天神像 交付一下 看看 问你的吧 目前的话是几集多几个 开始 好 拿到神像 你点击交付 好 点击供奉神像 点击全部供奉 看一下我估计应该是 5级多吧 5级半左右 毕竟这个版本有点多 好的 是 目前收集完是5级多13个 好的 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